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至目前最新数据 粮食总成交额是2959.2亿元 暗日变化是缩减了325.4亿元 两融余额是10280亿元 较上一个交易日缩减了402亿元 看一下盘面上的情况 在今天中性的一级板块上面领涨的是通信 电子元器件和农林沐鱼领跌的则是食品饮料 房地产综合食品饮料是领跌超过2% 下面关注一下今天的优选新闻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划转部分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 从今年开始 国家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 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划转充实社保基金 转化比例为统一 国有企业股权10% 工艺类企业 文化企业 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 以及国务院另外有规定的除外 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称据测算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均连续13个月回落 10月份比9月份回落分别0.5和0.7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连续11个月回落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均连续3个月回落 那么我们今天还请到了 要塞证券的一股分析师黄子 好 马克 马克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我们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大事的情况 今天大事是在早盘跳水之后呢 出现出现了一波反弹的迹象 那么其中创业板指是收盘前成功翻红 那么预计今天下午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好 那么今天这个粮食很明显 这个户指跟这个深圳 这个深圳城市早盘是一个 受到一个有点恐慌情绪的一个惯性下挫 那么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个缺口呢 不排除短期之内会做一个回调 但是也关注到呢 今天这个MACD方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户指的一个技术日线指标来看的话呢 这MACD的绿线面积呢 还是在不断放大 那么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也是提醒了这个投资者们这个两市放量下挫 后面有可能是连续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回调 那么近期呢 今天已经失手这个3400点 那么接下来呢 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前期的一个 3000 大概是3320点左右的一个支撑力度 那么向上看的话 还是暂时在3400点左右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创业板指方面呢 包括这个中小板指 还是率先做出一个反弹 那么主要也是因为碰触到了这个120线 这个半年线附近 那么有一个反弹的一个迹象 那么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呢 其实是长期最近在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情势 那么也是震荡向下 这个跌破了这个箱体的一个下跪 那么今天这个布局呢 下午来看还是暂时 暂时持一个谨慎观望的一个态度 那么今天看到旁边上的一些权重个股啊 也是这个大多表现一个这个深跌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些我们说的一个权重比较轻的一个中小市值的个股呢 有可能只是一个这个超跌访谈 嗯明白 那么今天早盘大师跳水的时候 芯片国产化是逆势走强 紫光国心一度涨停 中心通讯中科曙光涨超过4% 那么从消息面上来看超级计算机天和2号的研究中心专家称 今年年底天和2号将使用全新的国产Matrix2000加速器 替换原有的英特尔加速器成为真正的国产超级计算器 那么预计到年底这个中国新的概念 是否还是将持续维持它的热度呢 好那么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过的 我们这个中国芯片这个产业链啊 那么最近是属于一个集中爆发的一个上升阶段啊 无论是从这个概念或者这个业绩方面啊 都是一个走势比较强的一个表现 那么啊今天在这种这个存量资金里面 然后啊这个整体这个有出现一波这个访谈的迹象里面呢 啊这些强势热点板块里面的一个权重个股啊 起到了一个带同作用啊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紫光国心啊 那么它本身是我们芯片国产化的一个龙头个股来的啊 那么今天这个啊主要是受到这个信息面的一个国产 新的一个处理器的一个替代啊 那么是一个涨停的表现 嗯明白 那么刚刚我们有提到啊 这个70个大中城市 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那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房地产板块的走势 是不是也是在近期的这个调控之下 还是趋稳的呢 对那么近年以来这个房市整一个调控力度 都是呈现一个啊没有放松也就趋紧的一个表现了 那么这对于整一个房企的一个业绩方面的一个收入都是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啊 那么看到这个早房这个万科A也是跌跌了这个四个点左右啊 那么中长期来看呢这个将会啊利好于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些龙头啊企业啊 另外就是一个分支比如说这个房屋啊租赁板块啊 这未来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趋势 嗯明白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 就是五部委发布指导意见规范机构资产管理业务 那么发布了一个指导意见了 这个指导意见呢是要求啊 金融机构应按照产品管理费收入的10% 提计这个风险准备金 当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产品余额1%的时候可以不再提取 那么这一次发布这个指导意见 常委来说对于资产管理业务应该是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但是短期来说会不会对大市有一些具体的影响呢 好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五部委的一个新规啊 主要是这个上周五收市之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周末消息 那么对今天整一个市场方面的表现呢也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中短期来看呢 对于不同的这个金融机构啊 特别是这个券商银行或者说这个基金私募公司 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啊 那么券商影响是比较大 因为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啊 资管或者说通道业务了啊 那么这中短期的话呢 会影响到啊这一批券商方面的一个业务啊 那么对业绩方面也是啊 特别一些中小型的券商也是承压比较比较严重 那么今天的啊这个国胜金控也是一个跌停的表现啊 那么消息面呢 这些券商啊这个据统计啊 一到十月份这个啊 佣金方面的一个价格仗也是最近打得比较严重啊 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银行方面的影响 那么啊主要是在说这个不啊这个要破干对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以后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呢 将会啊着剑的去保本的理财产品会淡出这个市场啊 那么这对中小银行来说是一个利空了啊 但是呢对于一些国有股份制 或者说大中型的一个啊股份制银行来说 暂时影响还是不是很大啊 那么对于保险方面的影响呢 因为本身在这个非标的啊的一个资产这个规模上也是比较有限 30%以下啊所以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啊 那么对于啊公募来说的话呢啊影响不大 但是私募的话提高了这个门槛 那么总体来看呢是有利于整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自身规范化发展 那么中长期的有利于这个啊股市方面的发展 那么啊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广汽集团也是一个跌停的表现啊 啊那么有这个市场预计呢就可能跟这个新规有关啊 啊那么看到这个上礼拜啊16号的时候 这个广汽集团是啊非公开的发行了部分这个股票啊 那么其中就是由这一些啊一部分这个公司目啊公司去成这个成揽啊 啊那么这就不排除说啊相关涉及到一些啊 我们说通道化的一个业务的一些投资者啊啊在这个受到这个啊 这个新闻出台之后呢可能会做了一些抛压的一个表现啊 明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汽车板块啊广汽集团是今天一度跌停了 那么另外比亚迪呢其实是啊今年五间是涨超过5%的 那么之前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就提出2025年整体实现营收万亿元 那么主要是不是还是受到这个消息利好消息影响 然后导致比亚迪近期的声势呢 好那么今天这整一个中小板块刚来说到是首先一个市场黄金中小板块 是碰到这个120日线那么率先一个反弹表现啊 那么里面走的最快啊率先这个拉涨的就是这个比亚迪了啊 那么近期可能所以受到这个整个反块的一个啊拖累啊 这个比亚迪走的也是比较弱那么在这个最新这个比亚迪的一个中联会上面呢 提出了这个啊万亿的一个一个规模的一个展望啊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规模来来统计的话那么未来十年联均的一个比亚迪公司营收的增长啊 将会达到25%左右啊 那么过去的时候呢只有15%左右的一个增长 那么这本身对于这个公司盈利啊业绩增后方面是一个比较好的憧憬啊 那么未来呢也提到说要重组这个规模呢啊我个人认为呢 可能会在这个本身公司的一个离啊动力电池方面啊 包括之后的一个云轨轻轨方面的业务啊会做一个深度拓长啊 然后去啊这个巩固现有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方面的一个业务 哎所以还是持续关注比亚迪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了 刚刚提到的个股吗你有持有吗 非常感谢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马上回来